可以利用那个定存 那个定存主要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有50万存在银行 那利率从0.125一直到2% 然后呢放多少 放多久 一年到十年 那我希望呢做一个试算表 统计一下不同的利率 不同的这个年 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结果出来 那这个部分当然 我们一般性的计算 就是你可以用公式 或者你可以用那个超越个函数 叫FV Future Value 两个方法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用公式的话 但第一个就等于什么 等于我多少钱 那乘上多少 乘上 这个公式的话一般是这样 就是你有多少钱 乘上就是1 然后呢 再加上那个利率 就是你的利率是多少 那这个利率的部分的话呢 是用那个负利计算 所以呢 我们的负利计算先给利率 那后面的话加上几次方 因为负利计算 所以是利率乘 就是一直相乘 那这个地方几次方的表示方式 你可以按Shift加上6 Shift加上6有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是几次方 那几次方是根据多少年 那你可以怎么办 把它刮护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你打勾 它会有一个你放一年之后 然后利率是这样子的结果出现 也就是说你放了一年之后 你的利息是625块 那当然你可以向下 向右 一样的道理 公式部分的话 我想应该是做出来了 可是接下来 你要什么方式 可以向下向右完成 当然我讲过 如果你懒得去记的话 有个简单的公式 三列 A懒 对不对 那当然特别注意 这个圆南的位置 这个是一定是固定的 不管向下 向右 它都一定固定的话 那这个是两个都要锁 这两个是其中锁一个 答案就呼之一出了 所以特别注意 B1记得 你就移到B1上面 把B1两个都锁 按一个F4 那A4的话锁哪一边呢 锁A嘛 对不对 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套公式 A懒的部分 所以你把A懒给锁起来 三列的话 B3锁哪一个 锁三列 锁三列 OK 好 做完了 其实你可以 后来我发现就是直接 把它套公式比较快一点 然后打勾 向下 向右 这公式 是不是 这边第一年 再来 乘上一 我发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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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